路邊有兩名男子著急的奔跑 還不小心掉了手機 才剛撿起來 就有一輛白色轎車 狠狠地朝他們撞下去 瞬間仰起大量塵兔 前保險桿更是直接脫落 這時駕駛打開車門 先是下車快步離開 沒多久折返 竟然從車子裡拿出正報槍 朝兩人射擊 甚至還舉起槍枝 朝對方身上猛K 最後汽車逃離現場 什麼狀況 開車的哪一位 跑呢 警方和救護人員貨爆後 趕緊到場 民宅圍牆倒塌 石塊全碎在地上 受傷的是一對父子黨 這起衝突發生在18號上午 花蓮市沙基拉雅街 原來被撞的張姓男子 和李姓駕駛 今年3月在殯儀館就有糾紛 兩人是藏衣社的前同事 當時張男不滿被李男開玩笑 兩人扭打成一團 李男的時候也拿出正報槍攻擊 後來兩人都被警方逮捕 袁警也查扣槍枝 這回雙方又約談判出權互殴 張男的父親趕緊上前勸架 但還是沒有用 張男甚至拿出球棒 砸李男的車 李男看到自己的愛車被砸 氣到開車追撞 最後還開槍 造成張男右手割裂傷 父親右腿骨折 徒步逃逸的李男 最後到派出所自首 三個月前槍枝才被警方查扣 竟然還學不怪又去買槍攻擊 遭到羈押禁見 TVBS新聞 高志榮 陳家童 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錄